哈囉大家好 我是托米又見面了 那不知道大家雷操刷了怎麼樣喔 是不是已經趁著PICK UP已經畢業了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下雷操的這三把武器 還有現在的崩壞70應該要怎麼刷吧 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最低只要15塊就可以幫偷主播加菜 用PC版進入我的頻道首頁就可以加入囉 好 那首先呢這次雷操的三把武器 也跟我們其他屬性的超級武器一樣 有這個隊伍裡面沒有一個雷屬性的角色 每多一個就會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的特性喔 撇除光暗呢都是要綁定六個一樣的同屬 那剩下四個屬性的超級武器 其實相對來講在組隊上面呢會比較自由一點 那第一把呢就是這一把超雷操 這把雷操呢是隊伍裡面只要每多一個雷屬性的角色 自己的技能傷害就會加30% 最多會加到180% 除此之外呢雷屬性的角色每次發動技能的時候 自己的技能傷害就會再加20% 最多加到200% 等於說呢這一把超雷杖它是需要暖機的 那在暖機完成之後最高的這個技能傷害 可以達到380%的加成非常的高 大家要想一下半斧其實也才280% 雖然說它不用暖機嘛 不過呢它相對來講也比較難取得 現在大家也用不到 所以以目前的雷隊來講這一把超雷杖 絕對是可以提供一個非常高的一個傷害加成 算是非常好用的一把武器 再來呢第二把就是我們的超雷棍 一樣隊伍裡面沒有一個雷屬性的角色 那我們這個急暈BOSS的機率就會加100% 最大600% 只要在FEVER的時候呢 雷屬性的角色攻擊力會加50% 最大加150% 而且會提供一個20%的充能 這把武器就相對來講比較有趣了 它就是有幫助FEVER隊 雷屬性的隊伍呢 在進入FEVER後可以得到一個20%的充能 那大部分進入FEVER的雷隊的角色啊 能力都會有一個類似的效果 那大家也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暖機喔 就是當暖機都達成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150%的攻擊加成 但你要進入FEVER三次 那最主要呢是它的第一條 第一條也是造成這把武器的魂珠 非常好用的原因 我們只要有放6個雷屬性的角色 就可以加600% 那魂珠的話也是有一樣的效果 相對來講素質就比較低一點 不過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個到底要怎麼算我也不清楚 我只知道非常有感 就幫助我們進入FEVER之後 可以快速的把BOSS打暈 然後來追加我們的傷害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呢就是我們這一把超雷拳喔 那本身一樣也是隊伍裡面 只要沒有一個雷屬性的角色呢 PF的傷害就會加20% 最大加120% 那接下來兩條效果都是裝備這把武器的角色 如果是雷屬性的角色的時候 100COMBO跟150COMBO的時候 PF都會分別再加50% 等於說最多是加100% 簡單講如果你拿著這個武器的角色 是雷屬性的角色 當你的隊伍打到了150COMBO 那等於說你的PF傷害加成 最高可以來到220% 但因為它沒有綁6雷嘛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可能替換一下 那可能就是200%或是180% 簡單來講也是一個非常高的一個PF素質喔 就算是上修之後的詹斯略爵 也沒有來的這麼高 所以呢如果是要玩雷拳PF 也包含之後的競速喔 還有我們的水操 這三把武器都是現在一定要換好換滿的 一定會用的到喔 講到這邊就給大家看一下 之後水操出來的這個雷拳的隊伍啊 這一隊也是曾經被稱為雷至尊 但是因為全PF在後期的關卡 真的是不太好用喔 所以這一隊也是慢慢的落寞了 那這一隊呢也會用到接著9月非常重要的一詞 就是我們的雷警察 雷警察配上光炮在幫助我們暖機的部分 就是要湊150COMBO嘛 非常的好用 那這一隊的武器也很簡單 就直接三把雷槽的武器全部掛上去 那因為主要的傷害還是來自雷拳嘛 所以我們的雷杖就是擺在雷拳身上 剩下兩把就隨意擺喔 都可以達成它的條件 那滿足150COMBO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非常高量的技傷加成 PF傷害也因為我們只放了蘑菇還有光炮 所以也會來到180%的PF傷害加成 非常非常的厲害 最後再配上我們的超雷棍喔 就是等於說Fever的時候可以充能嘛 那也可以幫助我們把BOSE打暈非常的好用 那這一隊等之後水超出的時候 還會再另外介紹啦 那第一次的進駐也跟這一隊非常有關聯 就先擺著不講 主要呢還是要來介紹一下今天的主角 就是在我們得到這些東西之後 現在的崩壞七十到底可以刷得多快喔 現在的崩壞七十呢 撇除我們的暗七十啊 因為暗七十BOSE機制的問題嘛 最後是要打那個大蛇 所以呢一定快不起來 那剩下的關卡呢 都可以用我現在畫面上這一隊 你就完全照抄就好了 都可以來到差不多40秒左右的成績 那這些角色大家也都不太陌生 最主要的話可能就是3號位的這個聖誕契兒啦 因為當初也有說不用抽嘛 確實他用到的機會真的不多 這算是少數 極少數 真的是極少數 可以用到他的機會了 那你沒有差的話也不用太緊張 反正呢崩壞七十最後都是一秒鐘就可以解決的 那畫面上這一隊就是雷弓配上神術 金糧配上我們的技弓 那我們的聖誕契兒再配上奇術師喔 來做一個Fever的拉條 那我們就稍微示範一場 直接點開我們的崩壞水七十喔 就用我們這一隊稍微試打一下 大概是花多久的時間 好 進去開場 雷弓放一下進Fever開炸 二號位技能再丟一丟 秒殺 好 第二關看到我們三號位 技能條快跑好了 主要會花比較久的時間也是在跑技能拉 那最後會變成一秒鐘就可以解決 也就是因為跑技能的問題處理掉了嘛 就是我們里基這麼強悍的原因 好 三號位技能一跑好 好 進入Fever之後招全部秒丟以後 欸 也直接把第二關帶走 那最後一關 欸 開場二號位就有 三號位打一打 準備來進我們的Fever 好 開了我們第一招 順利的秒殺 那通關時間呢 就是44秒 好 非常非常快的成績喔 現在要刷我們的崩壞最快的話 就是用這個組合 43秒52 那畢竟我有講這個聖誕限定是可以不用抽的嘛 所以我們也準備了一個比較低配的版本 那也不用用到神速哥 把神速哥改成我們的科學家 其他的位置呢 基本不變 我們把技能拉到三號位的主位 並且把武器換成了雷蘇 大家要特別注意 這個雷蘇一定要是一圖以上 好不好 一定要是一圖以上 如果你只有一本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抄 那薩伯位的部分呢 就改成了我們的花火 也是拿來就是有一些協力球 然後可以幫助我們拉條 然後進Fever 一樣又用到我們的奇術師喔 那這一隊呢 魂珠武器就照這樣子擺 你們也就是照抄就可以了 那我們再來打一次 一樣 崩壞70 試試看呢 我們的秒數會差多少 那這一隊我覺得相對來講 是比較低配一點啦 不過呢 比起剛剛那一隊來講 有一些地方確實會比較不穩 這個就大家自己斟酌啦 畢竟這個東西到底要不要刷這麼快 也是沒有一定的 因為你慢慢打還是可以刷 那之後呢 等到領機出來 最後都會變成是一秒鐘的事情 換了一個組合 進入了我們的水70 好 一樣 第一關 開場 丟一丟 秒殺 好 第二關 二號位 開始 丟完招之後 開始拉條 進Fever 三號位充滿之後 還差一點點Fever條 進了 好 雷弓 開招 秒殺 那二號位也快充滿了 來 進到我們的最後一關 好 開場丟招 開始丟一丟 協力球 開始丟 丟完之後 三號位拉條 充滿之後 進Fever 進Fever之後呢 一號位又會充能 墊下去 帶走 其實時間真的差不多 時間真的差不多 還比剛剛那個好像快了一秒鐘有吧 唉唷 我快了一秒鐘差不多 相對來講比較低配 但是呢 這一隊在打其他關的時候 相對來講會比較不穩定一點 我是選了一個最好測的關卡來測嘛 畢竟還有克屬 主要是 風70還有雷70 因為BOSS的關係比較容易失誤啦 所以整體的穩定性比較差一點 那如果呢 你有這個雷契爾啊 也可以用這一隊 把我們的花火換成雷契爾 也可以來提升我們的穩定性喔 主要就是靠二三位的薩伯 然後丟那些協力球來幫助我們充能進Fever 然後靠著雷弓去秒殺 來盡快的達成就是速刷崩壞70的這個件事情喔 好啦 那以上就是關於雷超的武器 還有現階段崩壞70的一些組隊的介紹啦 那為大家總結一下就是我們雷超的武器 只要是超級副本常駐的武器 也都是一定換好換滿 那現在的崩壞70呢 已經有差不多40秒左右的速刷隊伍了 那大家看自己有沒有這些東西喔 能照抄就照抄 如果不能照抄的話我覺得也無所謂 下一次的崩壞提辦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那上一次相信大家也刷了很多星星在等了嘛 那我畫面中這一隊呢 欸其實我有把魂豬換回來 因為我原本這兩隻角色不是用這個 那我們就當作一個小陷阱 如果有人只看最後的截圖 那他就會被騙 可能就在下面留言說 欸這個隊伍怎麼不能用 好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再見 掰掰